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董老师 今天呀 我们继续学习 综合性学习 难忘小学生活 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一西别这个板块的第三课诗 表达对师友和母校的一一西别之情 有多种形式 可以给老师或同学写一封信 可以给母校提出中肯的建议 还可以给自己写信 展望未来 多种形式 多种可以采用的方式 给老师的一封信 这篇范文当中 有这样的词语 不好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心神极为不安 是哪个词呢 是忐忑不安 意思是说 还未脱离小孩子的感觉 指年轻人的样子 像个小孩子 这是哪个词呢 对 是志气未脱 长期接触的人或事物 对人的生活习惯 思想行为 品行学问等 逐渐产生某种影响 多指好的方面 这是什么呢 是熏陶 理解了词语 我们来给文章划分一下段落 词文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第一自然段 说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呀 又到毕业季 我想起方老师 第二部分 是二到四自然段 回顾老师对自己的教导和关爱学生的情景 第三部分 是第五自然段 讲的是表达对方老师的感激之情 我们把这个主题解说一下 这篇文章啊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 它是一封信 它是一封书信呢 作者选取在求学的过程中 发生的几件小事 用简洁 朴实的语言 通过写自己读小学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记述了方老师的寻寻善诱和清新培养 表达了对老师的敬爱和感激之情 这位同学的理解 给老师的一封信 写了三件事 在叙事的过程中 融入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这位同学的理解 他说 也有直接抒情的句子 比如说 就这样 您无怨无悔的 把我们从懵懂天真的一年级 带到了什么什么 我都将铭记在心 直接表达情感 直输寻意 那我们来看看 书信 这种形式 我们表达情感 用书信的形式 活动的目标 要了解书信的形式 学习写信 这个是我们学过的一个内容 大家要好好地回忆一下 二 通过书信 回忆美好时光 并学会 在给母校写的信里 提出重肯的建议 在给自己写的信里 一定要是展望未来 三 珍藏书信 学会珍惜 美好的情感 大家也可以不拘题材地 写下自己对师友和母校 以及自己的感恩和祝福 一定要注意书信的格式 写信呢 最忌讳的就是把格式写错 会让人笑话的 请看 这样一封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亲爱的方老师 窗外的质子花 又盛开了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来到了 还记得一年级时 稚嫩的我 忐忑不安地 跨进校门 穿过走廊 来到教室 一个轻瘦而高挑的身影 出现在我眼前 那就是您 您俯下身子 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书哲 我抬起头来望着您 惊讶于 您居然叫得出我的名字 您笑着用温暖的大手 握住我的小手 把我带到座位上 对我说 我是方老师 我望着浅笑盈盈的您 一字一顿地念着 方老师 您的字 总是那么干净漂亮 一个个 娟秀端庄的方块字 像小士兵一样 排列在黑板上 小小的我 急于模仿 可一笔一画 却是歪歪扭扭的 我为此特别沮丧 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字如其人 每个人的字都不同 所以书哲 你不能一味地模仿 还要仔细观察 字的结构 说吧 亲切地摸摸我的头 然后握着我的手 捏着笔杆 慢慢地在纸上移动 几个端庄正齐的汉字 便出现在了本子上 在您的寻补订下 我的书写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大气 运动会上 您就像一个 稚气未脱的小孩子 挥动手臂 大声地呐喊助威 原本白皙的脸庞 因为兴奋 而长得通红 一头长发随方悟动 当运动员冲向终点时 您会快步奔上去 紧紧地把它搂在怀里 脸上洋溢出孩子般的幸福 与骄傲 遇到没有发挥好的运动员 您会拉住他的手 温柔地鼓励他 别放弃 就这样 您无怨无悔地 把我们从懵懂天真的 一年级 带到心智成熟的六年级 成长路上的关爱 叮咛与教诲 我都将铭记在心 祝您逃离满天下 您的学生书者五月三十日 同学们 这封信用了三件事例来说明了 这位方老师对孩子们的关爱 孩子们对他的感恩之情 那我们来看看 写书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格式 首先称呼要顶格写 亲爱的老师 第一行顶格写收信人的称呼 后面要加上冒号 来看正文 正文可以分段去写 下面的祝福语 表示祝福的话 这个地方是个一错点 首先 首先祝您这两个字 要写空格 前面要空两格 很多学生这个地方容易错 记住 称呼是顶格的 祝福语开头是空格的 那么另一行 那么另一行 再写祝福语的时候 就要顶格了 注意这个地方是个一错点 右下角 署名要居右 日期呢 居署名的正下方 了解了书信的格式 再加上自己真情实感的正文的内容 这就是一篇非常非常棒的 一篇书信了 启发写作 六年的小学时光 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话 想对母校和老师说 我要写封信 诉说自己的心声 这很好 那么在写法上要注意 即将小学毕业之计 让我们拿起笔 向母校向老师倾诉心声 写的时候要把叙事和抒情 紧密结合起来 注意语言要发自肺腑 表达真情实感 这次作文题材呀 是书信 写的时候要注意书信的格式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叙事和抒情 紧密的结合起来 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王老师 您好 是谁像蜡烛一般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他人 是谁像园丁一般 辛勤地培育祖国的花朵 却不求一点回报 是谁像船夫一般 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渡客 自己却永久地留在了河边 是老师 您如慈母一般地教育我们 传授我们知识 培养我们的能力 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我们感恩与您 看同学们 多么感人的话语 就让人读起来 一下就能产生共鸣 确实老师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之外 最最亲近的 最最对自己真情实义的人了 老师您是幽默的 记得那一次 您对我们班的同学进行评价 您把我们分成了三类 一类是不用老师带 自己会走的 一类是要老师带着走的 一类是不论老师怎么带 就是不走的 您幽默的话语 让我们捧腹大笑 同时也让我们深刻的 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第一 二类同学 努力做到更完美 第三类同学 也有慢慢的改正缺点 老师 我感恩于您 因为您让我们知道了 批评 也可以 是甜的 同学们 用了这样一个具体的示例 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和感谢之情 我们都不喜欢老师的批评 但是这位王老师的批评 却非常的机智 幽默 孩子们能够悉心接受 而且能够心悦诚服 老师 您是善良的 记得那一次 我在课堂上违法了纪律 您并没有当着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的面 批评我 而是等到放学后 把我叫住 耐心的指正我的错误 在您的寻寻善诱下 我开始正视自己的不足 深刻认识到了 不遵守纪律 不仅害己 还影响其他同学正常上课 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在细细地回味着您的话 我知道 您是为我好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了 老师 我要感恩于您 因为 您保全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您心中 装着对每一个学生的 希望和尊重 同学们 用了第二个势力 来说这位王老师啊 对孩子的批评 也是那样的委婉 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伤害他的自尊 而是课后 来耐心地教育 老师 您是神奇的 每当您 读一篇课文 为我们 分析课文时 您的神情 总是那么专注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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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阳顿挫的语调 以及您 朗读时的情感 让我们 仿佛看到了一部 绘声绘色的影片 您的种种 都让我们深深的折服 老师 我感恩于您 虽然您 虽然您 很辛苦 但您 未能培育祖国的花朵 而感到 自豪 和快乐 您说您 喜欢这个职业 我为我们 有这样的 好老师 而感到 骄傲 老师 感谢您的 无私 心情 和善良 愿您 在这个 收获的季节里 收获到 同学们 寄给您的 每一份 祝福 请看 祝福语 此至 敬礼 重新提到 这个格式 空两格 顶格 右下角 署名日期 您的学生 李小月 2019年 6月20日 这封信 字里行间 都包含着 对这位 王老师的 感激 思念 和感恩 可见 一位好的老师 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 就是一位 引路人 就是一个 呵护者 帮助者 一个 爱的对象 同学们 能遇到这样的 好老师 真是人生的 一大幸事啊 把自己的感恩之情 写到这份信里 用具体的视力 再加上 自己的情感 这样 就 非常棒了 这位同学说 我觉得你写给老师的 这封信 也可以让老师 读一读 提点建议 很好 那么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板块 毕业 毕业赠言 毕业赠言 活动的目标 是通过赠言 这种形式 来表达 对老师 同学和母校的 感恩之情 我们可以 以信的形式 也可以 这种 毕业赠言的形式 二 通过赠言 来回忆 美好时光 并学会 欣赏赠言 三 在梵文的启发下 学习 创作赠言 那我们来看一看 梵文赏西 怎样的赠言 给老师的赠言 从 齐腰高 到 与间齐平 整整六年 六年间 每天的 两生 老师好 与老师再见 在这我对您 不变的情谊 饱含 深情的赠言 送给老师 我们来欣赏一下 幼儿 出来时 采集老师的 腰高 而今 离别季 年少 已与老师的 奸棋 凭 六年的时光 在不变的问候声里 飞逝 但是 岁月 也激奠了 深厚的情谊 是啊 老师是不变的 可是孩子们 却在成长 从刚开始的 到老师的腰 到了后来 却其间 甚至有的孩子 身高 都超过了老师呢 敬爱的老师 时间 是多么 匆匆啊 匆匆中 我们走进 小学的课堂 匆匆中 我们又要 离开校园 离开您 我们来赏西一下 时间 都去哪儿了 似乎 才走进 小学的课堂 一转眼 就要离开 几个匆匆里 学生和老师的心里 真的有 太多不舍呀 通过匆匆这个词 让我们感受到 师生之间的 深厚情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您的脸颊 长出了一块块 黄鹤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您满头的青丝 冒出了一根根白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您的眼角 悄悄爬上了 鱼尾文 但在我眼中 您永远是年轻的 最美的老师 通过 对老师外貌的描写 这种变化 是啊 老师在变老 一天天天的衰老 有了黄鹤斑 有了银发 有了鱼尾文 但是 在孩子们的眼里 他永远是年轻的 是最美的 直书兄弟的表达 超大的 年轻的 最美的 给同学的赠言 六个春秋 我们在一起 每一次游戏 每一次辩论 都让我回味无穷 他们将化作 美好的记忆 珍藏在 我心中 给同学的赠言 提到了 在一起的时候 快乐的时光 游戏时 辩论时 这些都将成为 心中珍藏的 深刻的 回忆 一起走过的 六年岁月中 有太多的回忆 这段话 直接表达了自己 对友情的 无比珍惜 欢笑过 争吵过 但 这都是 真情的流露 都是 无比珍惜的 友情啊 嘿 同桌 和你一起学习的日子 就像一串糖葫芦 酸忠带着甜 足以让我回忆 让我永远珍藏 多么俏皮的话语 把我们一下 拉到了 那个学生时代 酸忠还带着甜呢 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将六年的日子 比作了酸忠带甜的 糖葫芦 直接表明 离别情浓 难舍难分 有时候啊 这种 比较好的修辞方法 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 同学们 真心真意 写赠语 字里行间 是祝福 无论是写给老师的赠言 还是写给同学的赠语 都要用自己的真心 真意去写 表达自己最真的那份情 字里行间是祝福 也许要分手了 也许很长时间见不到了 但是祝福的话语不能少 这种难舍难分的情谊 不可少 学习临别赠言 赠言的主要目的 及内容是 回顾学习生活 抒发惜别之情 感谢老师的教导 赞美同学的情谊 展望美好未来 表达真诚祝福 赠言的基本要求是 短小精看 情真意切 能根据同学和老师的特点去写 比如说写给同桌的 写给那位老师的 写临别赠言 要注意这三个方面 一是要主题健康 都是积极向上的主题 二要风格独特 就像刚才那个黑铜桌 像一串糖葫芦的生活 三要因人而异 给不同的人写赠言 要根据这个对象的特点 使用合理的语言 那我们来看一看 激励性的赠言 比如说 你是花季的贝蕾 你是展翅的雄鹰 明天的世界因你而灿烂 多么积极向上的语言 祝福性的赠言 可以这样写 天地之间真情与共 万事顺利 学业有成 是我对你真诚的祝愿 哎呀 多好的祝愿啊 怀念性的赠言 岁月能带走时间 却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 失忆的语言 鞭策性的赠言 你没有摘到的 只是春天里的一朵花 而整个春天 还是属于你 朋友 别灰心 同学们 你来看 赠言呢 有多种形式 激励性的语言 祝福性的语言 怀念性的语言 鞭策性的语言 你可以根据 你要赠言的这个对象 来确定 有诗歌性的赠言 我们来看一下 阳光会走 花儿会泄 我有你我的友谊 永恒不朽 书情式的赠言 临行前 我赠你一个美好的理想 让它成为你坚韧的拐杖 我赠你一个智慧的行囊 让它成为你人生的翅膀 格言式的赠言 什么是路 路是从荆棘的地方 开辟出来的 从没有路的地方 踩出来的 各种形式的赠言 只要你用心 真情流露 这样的赠言 对于别人来说 都是宝贵的财富了 对偶式的赠言 真诚的友谊 无需承诺 永恒的情缘 无需约定 相等式的赠言 你的美 等于严谨的学习态度 加乐于助人的精神 加富有活力的创新能力 这个形式倒是非常的新颖 意志坚强者 因人而异 对于意志坚强者 你就可以给他写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倚 威武不能屈 你乃大丈夫也 对于待人真诚者 待人真诚是你的美德 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如果对方是缺乏自信者 你可以这样对他说 有花自有香 不必大风扬 你的潜能等着你去开发 多么具有激励性啊 多性交强者 不要学花儿 只把春天等待 要学燕子 闲着春天飞来 对于那种不善言谈的 这样的人 可以写 沉默 但不可以沉默 沉默是金 但有时也会变成沸桶 好同学们 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大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来完成还没有写完的赠言 一定要真诚的书写 自己的感恩和祝福之情啊 好 期待同学们的大作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